国歌凝聚人心 下面这条消息让每个人内心同样充满了自豪感 3月4号国家航天局发布三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文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 包括两幅全色图像和一幅彩色图像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火星长啥样 此次发布的高清火星影像图包括两幅黑白图像和一幅彩色图像 其中黑白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在距离火星表面约330公里到350公里高度拍摄 分辨率达到约0.7米 是我国获取的清晰度最高的火星影像 这两张图可以清晰地看到火星表面的环形坑山脉和沙尘堆 尤其是有一张图里的环形坑的直径大约有620米的直径 可以清晰地看到环形坑底部的纹路 彩色图像由中分辨率相机拍摄 画面为火星北极区域 这张图是大约5000公里的高度拍的一个火星的大范围的一个图 这个具有螺旋杖的结构的是火星的北极的机关 它这个是因为长年的沉寂和消融产生的螺旋杖的一个结构 因为火星的沙尘暴巨大的沙尘暴经常起源于极区北极和南极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是比较方便的监视它的这个沙尘暴的形成过程 目前天文一号探测器运行在火星停泊轨道 距离地球约2.23亿公里 探测器上的科学探测设备已陆续开机 将对火星表面预选着陆区的地形地貌和沙尘天气进行详查 计划于今年5月至6月择机实施火星着陆开展巡视探测